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107动力举办的 分现人情和强积金半自然的问卷调查 107动力是关注一个税金的民间团体 认为由2000年开始实施的强积金 是一个糾折出粮的制度 是一个令市民不能动用自己的收入的不公义制度 所以很多年来我们都发起很多不同的行动 去换起公众的关注 去令大家去改革强积金的制度 就近日香港都很民间由网上开始 很关心究竟我们港人去饮给了多少人情 正好适逢11月1日开始实施强积金半自喉行 所以我们107动力在过一星期 就访问了在中环和在张温澳的港铁站 附近我们访问了200位市民 了解一下大家对强积金半自喉行的看法 以及对分宴的人情的看法 我们在简略讲一下我们的调查结果 发现在过去一个月 香港市民接近三成的市民 很关心究竟去分宴的时候 有多少的要给多少少年的人情 由網上討論,人情是否應該多過500元呢 到各媒傳媒的廣泊報導 喚起了市民對人情這個事情的金額多少的關注 我們也問了市民在上一次去酒樓飲宴的時候 給多少次人請 有三成是500至800 其他有57%是認為幾乎上一次是給1000元以上的 酒店的訓練也一樣 有三成市民給500至1000 給1000至15也有35% 剛才我們說到有三成市民很關注究竟人情要給多少錢 究竟強積金的自由行有多關心呢 我們在調查結果發現 極關心的市民只有5% 而關心只有30% 關心自己的強積金和關心給多少錢人情呢 竟然是接近一樣的一個關注程度 同時我們問強積金的工款人 就是大部分的大工仔 記不記得自己究竟有多少個強積金的戶口呢 因為在2000年開始實施強積金之後 你會轉一份工 每一份工的僱主都會幫你去開啟一個新的強積金戶口 儲存起來究竟有多少個戶口要處理呢 有六成的市民當然記得 但也有百分之三十七 接近四成的市民是不記得自己有多少個戶口 結存究竟有多少錢在戶口裏面呢 結果令人很驚奇 有六成的人是不記得 不知道自己究竟存了多少錢在強積金戶口 只有四成的市民記得自己是積金的結存總共有多少錢 同時我們也了解一下市民認為 在11月1日開始這個強積金半自由行 是否可以等於控制到你自己的強積金呢 有三成的市民各自認為可以和不可以 控制到自己的強積金 即是說這個制度還未令市民對強積金的信心回來 我們107到尾一直都倡議 政府應該全面改革強積金 包括是可以讓市民去用積金的結存 作為置業的首期 以及用積金的供款作為這個案件的常運 在今次的問卷裏面 我們也再次問市民 究竟同不同意用積金 強積金作為案件和置業呢 發覺近五成的市民 認為是可以作為一個案件用途的 亦都有四十幾%認為是可以償還我們日常的案件的 我們107到尾也都翻 翻越強積金局的網站 發現呢 在積金局的網站裏面呢 有提到很多一些 首要開始的積金自由行的資料 但是呢 裡面的內容很湧泛 大部分都是一些很對聚的文字 甚至乎用最簡單的Facebook 或者YouTube 去宣傳這個強積金的自由行都是欠奉的 更加重要的是 正如剛才所說的 有很多的大公仔 現成已經可能有十個八個強積金的戶口 究竟怎樣才可以去結合這些戶口 去進行強積金的轉移呢 在這個網站裏面是完全看不到有任何的介紹 也都沒有任何的電話的熱線 或者Facebook的專頁 YouTube的頻道 用多元化的方式去講解強積金的自由行 我們認為在其他西方國家的積金制度 類似的積金制度 都有很完善的網上系統 讓公款人自己去查閱自己所有的戶口 去結存 甚至乎在網上系統去進行轉戶 我們認為積金局是有必要 盡快去開發一個簡便的網上平台 讓市民可以一站式去查閱自己 所有公款戶口的詳情 同時呢 亦都應該改革強積金 去給市民多一個選擇 去進行定期的存款 就不用再給高昂的行政費 以及進行投機的商業活動 亦都應該可以改革強積金的結存 是給市民作為首次置業的首期 以及用強積金的公款作為公款的按揭 令到強積金可以還給市民 我請陳沙作為一個打工仔 覺得強積金有甚麼問題或受困擾呢 我覺得呢 上億金是非常麻煩 因為近期呢 半自由行 原來他們是半自由行的意思呢 只是打工仔那份 就可以轉的 另外呢 就是僱主那份呢 就不會呀不會呀不會呀不會 嘗到出來的 所以我們從我們打工仔來看 就完全看不到 會有多少結存 或者 很多成年 多少個帳戶都完全記不到 不知從哪個途徑可以看得回 如果靠就靠回那個 那個 那個連結 或者 他間中一年一次 或者幾年一次 寄過來那份 Statement 我們才看到那個結存 所以是在我們打工仔的角度 是非常麻煩的 尤其是呢 做一個新工的時候 真的有幾個的 重新來過 不可以說去新馬來 入到以前那間的 所以呢 在我們角度來做 是非常麻煩的 希望一刻就全面 連連那個 雇主那份 都可以在新馬來 入一個帳戶 就方便些 如果不是呢 就 不如索性呢 就是將它 給我們開設自由運用 更好 更好 我的意見就是這麽多了 我想可以解釋 解釋一下 你的調查 其實為什麽 會專門做 婚宴人情 和強積金 一個比較呢 現在發現 他們其實那個 關心的程度 是差不多 其實有什麽 intermentation 其實我們就 剛好 強積金自由行 就11月1日開始 推行 過去這個月 剛巧香港有一個 民間的討論 由Facebook開始 一段留言 說到究竟去 酒樓給人情 要給多少錢呢 大家有熱烈討論 我們就 靈機一觸 覺得可不可以 比較一下 市民 其實 關心這個 強積金自由行 還是關心 這個人情的 多少呢 所以就引發了 這個調查的動機 調查結果發現 原來市民其實 對關心人情 和關心這個 強積金 是差不多的 顯示其實 有一個 就是強積金自由行 是得不到 市民的 關注 不足夠令市民 去認真 去了解 現在的積金 傑存 轉戶的情況 比起一個 可能 一個 近乎八卦的討論 人情 要給多少錢 這些 這樣的討論 強積金 的關注程度 是相等的 就是說 現在整個 積金自由行的制度 是得不到市民的關注 甚至乎 可能是 一個失敗的 自由行 在沒有全面自由行之前 其實市民都 不會引起關注 而了解自己積金的 狀況 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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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信任